大家晚安 我是黄家瑋 欢迎加入翻转南投胜选特别报导 今天是台湾政治史上绝对要记录的一天 南投补选破天荒是蓝天变成了绿地 在第二选区我们的镜面来看到 民进党蔡培惠拿下了45218票 打败了林明珍的43293票 一个从来没有在南投胜选的候选人 能够打败从政30年的资深县长 到底为什么 而且南投权限从2005年开始 不论县长立委选举 民进党从来没有赢过 换句话说这里是国民党的天下 为什么18年后会被翻转 这场地方补选 蓝绿都有不能输的压力 民进党主席赖兴德接下党魁 那么第一战就战胜也让2029合一 民进党止败 2024的士气能够大震 而国民党朱立伦现在请全党之力 应该要赢了却输掉 钟摆效应是不是提前发声 这场地方的选战给全台湾 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有一连串的讨论 首先来介绍今晚一起来讨论的来宾 首先这位是我的同乡 非常的优秀 而且被告也不怕 为正义发声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霆 冠霆你好 家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下一位欢迎资深媒体人 董浩哥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 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 岳言之 袁之你好 家伟好大家好 前民众党的中央委员 张一扇 一扇哥你好 家伟好大家好 下一位欢迎到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严若芳 家伟好大家好 好 接下来重点 今天刚刚胜选 非常喜气 待会还会失去连线 给我们要恭喜的立委 补选的当选人蔡培慧 待会会有最新的连线 不过在这一开始 先来看看关键的这一席 民进党到底是怎么样获胜 尤其蔡培慧带着妈妈上台 哽咽感性谢谢支持 她说南投人 期待必须要改变 抢下关键这一席的蔡培慧 带着母亲上台 她红了眼眶哽咽致词 我有很强烈强烈强烈的感恩之心 谢谢每一个南投的乡亲 谢谢每一个今天去投票的人 拉锯战中胜出 她紧搂着给予最大支持的妈妈 我早就说过了 因为她要走这条路 我就把南投官的官民修行 谢谢大家 谢谢 此次她拿下45218张选票 与林明珍仅1925票之差 要持续的把我所提的证件 还有相亲的期待 好好的来达成 所以坦白讲当选是责任的开始 心情还是紧张的 同意开票对手林明珍票数 紧咬在后气氛紧绷 现身进总官票时 她面色凝重 最后与南投县长许淑华出面 自行宣布败选 这场的普选是一个有枪有子弹的 跟一个没有枪没有子弹的来对抗 当然要赢的机会 我们不敢说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 她的人生的最后一战 没有办法为我们南投做最后的努力跟贡献 我想心里面难免有些的遗憾 2020年许淑华在南投市大票仓 拿下57.96%的得票率 民进党的陈奎佑南投市仅拿下 36.97%的得票率 竹山镇及民间乡接败给许淑华 此次立委补选蓝绿版图出现变化 民进党在竹山镇民间乡水里乡 拿下的票数反超车国民党 南投立委第二选区从2008年开始 长达15年都是蓝营胜出 民进党首次翻转蓝天变绿地 三年讯中部 综合报道 好 今天是要马上来看到 翻转蓝天变绿地 18年来第一位创下奇迹的 这是刚刚档雄 我们首先要来恭喜裴会委员 他现在在南投的最新连线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要问你了 你当下这个心情是什么 因为18年来第一次翻转 你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南投的选民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委员 坦白讲我是紧张的 我觉得这一次胜选有三个意义 一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希望南投要改变 因为过去20年来没有大的建设 没有大型医院交通也非常的 坦白讲是并没有一个连贯性或整合性的交通网 所以大家都希望南投要改变 第二个是我觉得在选战的过程 应该是很基层的去听到人民的声音 那我觉得这一次呢 我之前也都没有报任何的这种道事 而是一步一脚印的走遍每一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会看到 原来政治的选项是有可能的 我的所谓政治的选项是 过去可能县长或立委好像有点高高在上 可是他们看到这种专业但是基础的力量 第三个是台湾民主的进程 台湾本来就是民主国家 可是这个民主的进程是要团结一心 是要了解民主的进程 是大家共同的这个做出意志的选择 而且民主的进程应该要去倾听人民的声音 应该要以大的这个视野来看南投 或者是台湾的需求 而不是独会于特定的家族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够逆转胜 真的是人民的力量的展现 是 裴卫委员 所以你真的成功传达了 你也知道这个南投选民他们心中所想的 但是这一路走来 事实上呢几个月前你也才刚刚败选 那所以因此让大家非常感动 像昨天大家封你是最佳女主角 你的妈妈是最佳的女配角 你们两个人在那个非常感人的萤幕 你可不可以分享这一路走来你的辛酸到底有多辛苦 怎么样持续的一直撑下来 我觉得我妈妈才是最佳女主角 我只是在旁边 那我很感谢我妈妈 因为坦白讲我并不知道她要讲什么 坦白讲我也她穿桃红色的衣服是她自己选的 72岁金句 然后她要上台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她要讲什么 她说我不会给你放气呼 我觉得是妈妈疼惜女儿的心情 那我觉得我妈妈很可爱 她都传达的是很明确的讯息 我真的很感谢我妈妈 那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选举并不容易 我认为选举跟我在做教授 是一个典型的两个状态 因为选举应该是尽可能的去意中求同 就是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你要去寻找最大的可能性 然后你在叙述的时候 应该要去从 比如说今天是我们的长道据点的妈妈 他们关心的可能是老人的福利 今天是我的年轻的父母 他们担心的可能是就业的机会 你要很了解这个 我们互动的对象 他们的想法 他们希望南投政治工作的方向 好的 今天非常恭喜蔡委员 谢谢你持续跟我们连线 那么接下来要祝福你 也感谢你持续要为南投 而监督我们的政府 谢谢委员 接下来跟大家来持续讨论到 南投第二选区 我们来看到 这一次刚刚看到蔡培会所创效的奇迹 拿下了45218票 那么胜过了 事实上林明珍在这个选举 几乎只有两次输 他包含从政长 从议员 从立委以及县长 超过几乎是将近十次的选战 都是胜选的 为什么这次能够创下奇迹 当然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请问冠廷来 也就是说 这一次包含从豪宅的案子 你都被告了 你当然也不怕 你觉得这一次当然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 南投真的需要改变 那一个72岁对上一个 从来没有选选过的蔡培会 对 当然这一次的林明珍 他之所以最后会落败 有很多原因 但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国民党他们内部 确实对于林明珍 他的正当性 有所质疑 尤其是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大家看到林明珍 当任县长的期间 他栽培他的儿子 处心居立 当个所谓的县长特助 在地方用各种的县府资源 准备要来参选后面的立委 那这件事情呢 地方都知道说 他的儿子竟然布局了这么久 可是因为民调一直拉不起来 最后索性 那油耗你不要选了 索性我爸爸林明珍 自己跳下来选 那这件事情反映在哪里呢 导播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得票 其实过去几年的选举 南投县的一个最大的票仓 是南投市 南投市呢 照理讲林明珍应该大赢的地区 这一次林明珍拿了19000票 蔡培会拿17000票 赢蔡培会2000票 %数大概是赢4% 4%是什么概念 家伟你知道 上一次最接近最接近 在南投市 是2014年选举 在现场选举 李文中那一次 他跟当时林明珍 南投也还差到10% 居然会从赢10% 降到赢4% 关键就是南投市 林明珍该大赢 没有大赢 第二个部分是竹山正 竹山正过去李文中 在这一区 曾经跟林明珍 缠斗到输赢 只有一趴之间 只赢一趴 可是这次竹山 居然大赢2000多票 那如果回头来看 林明珍可能在整个选战过程当中 在垃圾的攻防战当中 犯了致命的错误 观众朋友我们都有印象嘛 当时竹山的垃圾的问题 当全国大家在关心 变成是全国议题的时候 林明珍他的回答 居然一个当过六年立委 八年县长的一个候选人 他直接两手一摊 推给隔壁县市 只当过四年市长的林家龙 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 瞬间被打脸嘛 后来发现 那你用同样的标准 你说林家龙没有帮忙南投 结果林家龙帮忙南投 烧的垃圾比卢秀燕多 十九倍 那这件事情 后来林明珍第二次的机会 居然是选择 那我不讲了 开始就让他觉得他心虚 觉得说那你过去 把什么责任把问题都推给民进党 我觉得这也是竹山 这个地方照理讲 其实绿稍微大于蓝 可是没有到一面倒 赢这么多的关键 第三个我特别要讲 其实南投竹山以外 有第三个乡镇 其实人口也非常多 是民间 民间乡这次也赢了2000票 其实出乎一大意料之外 民间乡 其实这一次 跟地方的组织 整合得好 有关系 因为 其实这一次的第四个候选人 大家比较不熟悉 陈冲建 他是过去的民间乡的乡产 而他过去的选票 比较多来源 也是比较倾向绿色的 可是这一次居然 还可以在民间蔡美惠 赢了2000票 这样子一来一往之间 我们该赢的地方有赢 那本来 蓝营认为他们会大赢的地方 他们没有大赢 我甚至回来讲南投 在南投很多眷村 或者是中心新村附近的区域 从4点钟开票 开到6点钟的时候 很多的票轨 当地回报回来 在台北这边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很多个蓝营 本来预料到大赢的票仓 没有赢到该赢的票数 那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那就有机会一搏 所以最后 陪慧才有机会这样子 2000多票的一个 非常非常显胜 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18年来 民进党首次的胜输 那当然也是给陪慧加油 那真的也是 对于我们来讲是胜利 可是也要更加战战兢兢 未来的几个月时间 要让南投的相亲感动 觉得说给蔡陪慧做 跟李明珍做 是不一样的 对 马上就可以感受到 有没有 南投有没有改变 当然了 现在你说民进党 这一次的获胜 应该是可以振奋 但是不能够兴奋 因此现在民进党 你要很清楚说 到底现在选民 要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 马上来请教若芳 你觉得这一次到底 当然大家都觉得 是创下了奇迹 那你觉得 在南投的选民 他们到底是因为 哪一些议题 除了刚刚冠廷打的 这个包含垃圾 包含了住宅 豪宅的部分 他们都说不清楚 如果才卖解释 随便就推 那你觉得到底选民 这一次最不满的 要把它给翻转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最不满翻转的 其实这些都是 累积起来的 你八年的宪长 那你包含说 在之前选举 他一直在赢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说 选民会发现说 前面怎么都没有注意到 原来林明珍 有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原来他也 讲都讲不清楚 那这一次呢 是因为补选 全台湾只有这一场选举 大家都在看 所以他所有的问题 放大的时候 大家看到南投乡亲 看到说 林明珍连自己家 土地正义上面 他讲不清楚 垃圾还怪 乱怪别人 甚至呢 医疗上的问题 大家发现说 全部点出来 原来南投的医疗 带的院区 你没有去争取 甚至呢 连苏贞昌院长 也有讲到说 林明珍是唯一一个 没有在院会上面 去争取地方建设的 一个县市首长 大家就发现说 原来我们给林明珍 做了这么久 给他这么多的机会 他除了跑团之外 再来就除了 他家有得利之外 剩下的南投乡亲 南投的县民 那个民众 通通没有得到 该有的福利 跟该有的建设 甚至连垃圾的 这个问题 你该去争取 你不去争取 你现在争取了一个 说要盖一个 什么天空之星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对我们 南投乡亲的生活上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 必要性 那真的必要性 你完全没有 所以他一项一项 像这一次在很短的时间 通通被拿出来检验的时候 我觉得 这就是很多乡亲觉得说 原来我们之前 没注意到的 通通这次放大 我们是不是应该 可以做一个改变 换一个人 真的在地耕耘 而且我觉得南投 大家就讲说 本来是很蓝很蓝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他在2018年到2022年 这一次选举 之前在2018年的时候 他的选举上面 你说在2018年的一个选举上面 其实南投 他那时候林明珍 应该说林明珍那时候 选举县长的时候 是大胜9万多票 大胜9万多票 但是你倒看到说到 许淑华上一次 在2022年 跟蔡培会选举的时候 其实他的差距已经变小了 他只赢了三万多票 其实这前后的差距 来回这已经有六万多票了 那表示 这些人怎么不见了 那这些南投 本来要投给国民党的 甚至说 要投给许淑华的 这些人怎么没有出来投了 那你从这四年的时间发现说 大家可能对于 国民党的执政 已经有些不满 然后而且建设没有 福利没有 什么都没有 垃圾问题 没办法解决 这就是大家觉得 不高兴不爽的地方 觉得要翻整的地方 所以结构上面 其实它是一点一滴 从2018年 从2014 2018到2022 其实都已经在改变 那甚至你说 在这一次的选举 大家看到就是 南投市是最大的一个票仓 再来就是说竹山镇 还有民间乡 可是在上一次 蔡培会跟许淑华选举的时候 其实这班是包含乡镇长里面 其实就很多五党籍的 你包含说在民间乡的乡长 是民进党的陈利汉 陈汉利他拿走 那五党籍竹山镇的镇长 他也是公开支持蔡培会 甚至陆野乡的乡长也是五党籍的 邱乡长他也是支持蔡培会 那水里乡的乡长也是五党籍的 但他也是支持蔡培会 所以你看在上一阵选举 其实就已经露出一些段 就是选民的邪构 其实有在改变 乡镇长一直都代表 最基层的民众的声音 当他站出来 开始不再支持国民党的时候 而且不要忘了 在南投很多五党籍的 这些的民意代表 其实以前都是国民党的 当他开始变五党籍 然后甚至转而支持 民进党的候选人的时候 就表示南投的结构 其实有在改变 所以我们从上一次的比较 各次的得票数看来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在猜说 其实真的是有机会 再加上林明灯 这很多的包含说 你这些违反民主党 对很没有水准的 对人家比到战 甚至人家在问他 更多问题的时候 他反而是说 不要再找我麻烦 大家都找麻烦 这怎么会是找麻烦 这是监督 而且你必须要跟选民说清楚 反而你说不清楚 这就是南投的乡亲 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 翻转的一个机会 而且投下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好 南投选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么大家刚刚讲到 那个包含许淑华的本命区 连他自己都说感到意外 到底为什么翻转 那么今天在三个选区 还有四个人被警方给带回 传出了密录器 到底是在选战当中 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持续来关注 今天在立委 补选的投票日 居然在南投 有好多的投开票所 有自称 监票行动联盟的志工 他们通过密录器 明显违法 这到底传达什么样的意义 不准我们录 还叫我们撤到三十公尺外 什么意思啊 长法夫人对远景大小生 地点就在南投立委 补选的投开票所外 我为什么要去派出所 我没有党 我没有党 他自称不属任何党派 也非工作人员 但却涉及监视 前来投票的选民 这盆灾乍看不起眼 本来绑在银盘国小内的树干 花盆居然被挖了洞 藏密录器 镜头就朝投开票所 还有一盆在花浦区被找到 差不多时间 蔡培慧又在另一处 投开票所发现密录器 其中一颗镜头 就藏在民宅的电表上 不只监视设备 在宫庙门口有人拿纸本 为什么高的胖瘦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上头印着时间 衣服颜色穿着款式 以及身材性别可圈选 根据民进党统计 发现特定团体监视投票状况的 在南投市 银盘国小 盛河宫 以及南投市农会 民间相有大贤宫与福星宫 共有五处地方 他在助记进去投票 民众的衣服颜色 还有进去投票时间等等 很像之前在台中中二水局 绿营第一时间报警 而蓝营则要检警查清楚 我们呼吁检警警察同仁 严加了解 在30公尺以内 影响投票秩序的行为 南投警方已经带回了 六名涉案男女 初步调查都来自 全民监票联盟团体 现在要了解涉案动机 三立新闻吴坤宇 南投报道 这实在太奇怪的现象 居然有人在监票 不过在南投大家知道 基层实力要够强 一定是蓝营国民党 当然现在证据还没有指涉 一定是国民党做的 只不过现在绿营很多出来指控 就代表说 你要在基层实力够强 而且你有相关的名单能够比照 因此现在要来请教东豪哥 这个现象你觉得 不管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 指向是国民党 那当然也就代表 在基层相对的急 你才代表要监票 另外尤其要关注到大票仓 南投连这个县长 许淑花自己都觉得很意外 虽然没有输掉 但从大赢变成小赢 这已经传达出很重要的讯息 你觉得这次给国民党 怎么样来看 我们现在有全民间调联盟 因为上次在中二选区的时候 其实就有了 你在投票所 三十公尺以内投票 然后你又注尽 每一个人的性别 衣服的颜色 你知道他录的是影像 录了一个影像 我一个假设 假设我有买票 假设我有买票 我陈栋华有买票 但我要知道 我买的人有没有出来的话 我怎么办 现在有影像 一个一个记 我这次提供给检察官 跟南投选委会 包括中选会的一个参考 其实应该去了解一下 这个所谓的监票联盟 到底在干嘛 因为一般 在现场选举的时候 我们大概不会注意到 可是每一 在连续两次的立法委员补选 像中二选区 刚好又是第二选区 然后这次南投 也是二选区补选 为什么就有这群人出来 这应该是 因为我们的投票是秘密投票 每一个人的投票行为 的投票 必须受到法律的保障 这个不分蓝绿 所以这个监票联盟 是不是造成了 选民投票上的一个心理负担 这个你如果不认真的去处理的话 他还会再来 好 那什么样的状况上 你需要监票 过去我们在搞监票 是因为怕什么 怕做票 过去在讲监票这件事情 是怕 怕悬物人员故意唱错票 所以呢 现在台湾选过那么多次了 以前怕是这个 所以这个全民监票联盟 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必须要查清楚 让社会知道 这群人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有没有金钱的对价关系 他是不是受人委托 这都必须要向全民 不分蓝绿 要解释清楚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 这场南投二选区的补选 其实我们直接那么讲 选举的时候 像这种选举 只要任何选举 第一个因素 不管是胜选方或败选方 第一个因素一定是人 那个人的特质 会决定谁赢谁输 也就是当国民党决定征召 前县长林明珍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比如在选举过程中 被谈了非常多的热射问题 热射问题一定跟林明珍产生联动 那国民党要提名林明珍的时候 对于热射这件事情 有没有做准备 或者林明珍本身 作为候选人 他难道不知道 他的热射问题 已经到22万吨 这个他没有 他没有任何防守能力 所以会对他30年从政 形成一个很大的反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补选的时候 全国就有一个地方在选 他会超级聚焦 所以你会看到说 有关他那个 帮儿子买房子的那件事情 就开始被全台湾注意 全台湾都去找个地方嘛 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县市长 帮儿子买房子 是在建商的建案里面挖一块的 他只能讲他没有违法 你得资料不用公布 对 好 那你这个能不能解释 所以今天我看到国民党党主席主席 说败选他会 他要复取全部的责任 他们会甚至检讨 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检讨 只是因为今天输掉这场补选 所以呢 你就举个东西道个歉 做个交代 还是你要真的检讨 我所谓检讨就是说 你要面对问题 比如说垃圾问题 南投垃圾问题 因为县长是许淑华 对 你怎么办 对 你那个建案那个事情 就因为林明珍的落选 就结束了吗 这个你要怎么办 这个你要怎么办 因为我们会用这个标准 去看国民党 也会用同样的标准 就看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 赖清德 其实有三支箭 我一定会用同样的东西 去检视后面 所以赖清德要面对问题 可是选举最重要还是人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国民党提名是尤浩 因为 这个七个乡镇的开票 结果就出来了 尤浩是珠山镇的南投县议员 那 如果是尤浩对到蔡培会的时候 珠山开出来的票 好意思是像现在这样子吗 因为 尤浩是在地的 我讲这话 你就同时可以考虑说 在这场补选结束之后九个月 明年的一月四三号 还要再投立委 蔡培会虽然补选成功 他最有可能面对的就是尤浩 尤浩的本命区是在珠山 那今天这场选举就是打到这样子 南投蔡培会还是小输 但是这个输入差距在哪里 在现场选举的时候 蔡培会是输给许初华九千票 但是必须讲 那是一个69%的投票率 今天是46%多 输差不多1600票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国民党在南投市的组织 或者他的选票基础 或者我们讲的政党板块 蓝盘是非常强的 那到了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投票率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数字 那许初华县长为什么意外 因为我赢九千 为什么这次只剩下1600了 我刚才讲了 人会决定很多事情 房子林明珍的豪宅的事情 就在南投市 这件事情一定会压抑 林明珍在南投市的支持度 所以简单讲 当国民党决定是林明珍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林明珍有什么弱点 林明珍这些事情 我们在政坛上面来讲 有很多事情是前所未闻 怎么有人这样子买房子 然后呢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垃圾问题 还是他主动提起的 最后自己被盗打 所以东航哥你刚刚讲到 很多这种年轻人 这次被认为 也就是说 这个投票率能够高到四成五 尤其在补选上一次 也只有三成七 很多是年轻人根本看不下去 包括你像豪宅的问题 包括你会思考的选民 二二八年假中才刚结束 我还要坚持从北台湾 回到南投 这个故乡去投票 其实年轻人站出来 是这次翻转很重要的原因 那刚刚东航哥讲到人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党政人士这次也分出来 为什么林明珍从领先到败选 其实根据国民党 是不是有掌握到 一开始其实领先10%以上 他说有三大原因 我们没有年龄歧视 但他说人老 耿老 战争牌 他的分析说 林明珍明明是刚卸任的地方首长 却不愿提出愿景 放任战斗篮设定议题 也就是别人帮他打 再打中央的缺弹 缺电 战争牌 但这些东西 是南投选民真正关心的吗 另外来看看朱立伦 专摆效应真的出现了吗 你的九合一才气势这么旺 而且北市的补选也获胜 但是南投现在马上只胜了 他说我们努力不够 我们这场选战我们没有成功 对不起大家 但你有检讨吗 他要检讨是说 我们看到了民进党 动用一切国家的资源跟机器 用负面选战 用抹黑 用攻击的方式达到他们的效果 这相关的话 朱立伦如果在过去只要败选 这样的话好像从2014 2016 2022 现在还在讲 我们要请教易三哥 你觉得朱立伦或者国民党 他真的接受到 大家要翻转他们的感觉了吗 这样有检讨到吗 对朱立伦讲说国家机器 我真的不知道国家机器 在这场选战扮演什么角色 可以说是国家机器 唯一扮演的角色是 他补助款给林明珍 给他儿子买的房子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因为补助款是国家机器发的 所以国家机器发给你 林明珍补助款 也没有叫你说 你要给你儿子买房子 买房子也是你自己做决定的 他一个国家机器 我觉得要检讨 叫台中市政府 而且是卢秀燕的台中市政府 如果朱立伦真要检讨 他们中部三个县市长 都是你们国民党的 林明珍南投市县长 是国民党的 他在做的时候 现在是许舒华 也是你们国民党的 台中市政府 也是你国民党的 就垃圾找谁烧 找嘉义县政府 绿营的人烧 民进党执政的人烧 我们民进党还比你 国民党自己都还帮你国民党 这台中市政府 你卢秀燕要检讨 所以如果要抓战犯的话 第一个战犯 我觉得要抓的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在提名的过程里面 这个也牵测到未来 国民党内部的立委提名 跟总统提名 明明就有做了内部民调 明明就是邮浩赢了 你就提名邮浩 可能今天就没有这件事 邮浩如果说 我会觉得选民也甘心情愿 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你朱立伦 强势的说 好 我们来提名退休的县长林明珍 人家本来就要退休 本来就没想要打仗了 你提名他 他就是随便打 他都转移去拨补助款 看能买一个小套房 所以 人家烧豪宅 他之前累积了2300万买豪宅 现在只能100多万 只能买小套房不是吗 所以你说他没有战利的情况下 你硬叫他出来打 他还打得心不甘情不愿的 所以你朱立伦 为什么变更了所谓的提名机制 去提名林明珍 让林明珍跟这对父子 本来要退休的 你本来他儿子还有机会 在2024年 现在都得承诺 他儿子也不能出来选 连儿子都卖掉了 所以你看林明珍这么疼儿子的人 这一次为了他这次的补选 他连他儿子的政治前途都一直抹杀掉 所以你说这个朱立伦要不要负责 朱立伦当然要负责 第二个要不要负责 我觉得是许淑华 从头到尾我觉得没有看到许淑华 服选嘛 认真服选 后来国民进党 声势起来的时候 许淑华再说紧张 再突然请假三天 对 你要看到为什么说许淑华 南投市就是许淑华的本命区 公务人员都在南投市 南投市的所有的公务人员 南投市政府的所有 县政府的所有公务人员 都住在南投市 所以南投市的票没有开出来 这个是南投市要检讨了 第三个我觉得要检讨的 就是林明珍本人 太老了 你跟你儿子的关系 引起很多年轻人的不满 这一次的补选的投票率高达46% 那46%你看 比所谓的37增加了10% 通常如果补选的话 在地的都会出来 为什么补选的投票率会低 就是年轻人不投票 这一次高达46% 增加出来10% 我相信都是年轻人 而且这增加出来的10% 就大部分都投给蔡博会 那这样的投给蔡博会的情况下 你看这中百效应来得之快 而且是急剧 上次蔡博会输了将近13% 这一次他赢了2% 也就是说来回应差15% 所以整个国民党在胜选之后 他所谓的 我说他是一个 未来整个这三个月 看起来就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对抗一个分裂的国民党 我们看到侯友宜 最后一个礼拜他也没来 郭台铭本来说要来 后来只发脸书 还被我亏说 你在跟他儿子比豪宅 因为郭台铭 他儿子买的豪宅是22亿 那个林明珍的儿子 只买了2200万 你都不能跟人家比 年轻人相对剥夺感 所以你相对剥夺感就更严重 你找郭台铭出来辅选 你发那个脸书 结果最有 最说是国民党最强的一张牌 没错啊 就是侯友宜 问题来了 如果再用这次朱立伦 处理的模式 处理林明珍的模式 说好我们还是 要不要补选 要不要比民调 侯友宜说好好 做事情 我不要去参加初选 一定要你服选 到最后比民调的人 比出来出现了之后 侯友宜说我要选 你要让给侯友宜 整个国民党缺乏 初选的机制 就是导致这次国民党败选的原因 所以国民党如果要检讨 接下来立委跟总统 如果要继续败下去 他们再不定一套机制好了 继续吵下去 我相信民进党会乐的 看国民党 分裂的国民党 继续吵下去 所以真的短短三个月 这个钟摆效应 真的有这么快发生吗 国民党到底 有没有记起这次的教训 我们要请教袁芝 也就是说 党主席大家说朱立伦 他如果是战犯的话 可能是人选错了 有人说是侯友宜 因为他坚持不站出来 他作为一个 蓝营最强的母鸡 不帮林明珍来站台 他们过去当然有过恩怨 袁芝你怎么看 如果国民党这次 要记起教训的话 要选到什么 我先讲一下 那个易善哥 可能对我们的初选方式 或者是人选产生方式 不是很了解 因为这次补选 大家都是用征召的 所以没有初选 那个时候 邮昊跟蔡白会的民调 是很接近 但是林明珍是赢15% 所以作为一个党主席 当然会想提一个 民调比较高的人 我相信在民进党也是这样 那提邮昊 一样 民进党面对这样的 一个空战的打法 一定也是一样 会非常惨烈 所以到时候谁赢谁输 真的很难说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 用事后诸葛来推断 那当然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要 记取这次选举的教训 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选举就是要 给人家一个投给你的理由 那这次很显然就是 我们国民党支持者 出来投票的少 民进党出来投票多 从哪里看得出来 从竹山 因为竹川过去比较偏绿 那这一次蔡白会在竹山 竹山就是赢那个 林明珍非常多 赢了2500票 可是我们来赢的大本营 难投4 却只有赢了1000多票 本来可以赢1万票 但是只有赢1000票 代表我们的支持者 没有出来投啊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赢者有没有那么大的动能要出来 林明珍 你第一个候选人的问题 他有没有让人家觉得说 他很想赢 我说真的 比如说他选举前一天还在讲说 我这次出来很委屈 然后这个很牺牲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吹票作用 可是也会有人觉得说 既然你那么牺牲的话 那我们就不投你 所以你就选举的时候 你要给人家一个很有企图心 像蔡卑会有没有 前一天就让你感觉 这样哭了 妈妈要出来吹票 然后什么 你都感动了是不是 我是没感动 我也是在哭什么 但是就是你要让人家出来投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后来 一开始的时候也比较轻敌 对于民进党的攻击 一开始都没有澄清 譬如说民进党在打说林明珍 他去中国84次 然后骂他是中国导游 一个月去一两次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想说你真的怎么去中国那么多次 你真的很闲 就到最后 那个两三天之后 资料才出来说 没有啦 他因公出国14次 去中国11次 你看11次是不是跟84次 就有很大的落差 然后房子的事情也是一样 什么实价 在打什么实价登陆 什么很多 因为那种都是太细节的东西 那只有当事人知道 那国民党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就是 反正我赢很多 我就来冷战 那冷的话呢 我们就会赢 可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网络时代 然后大家都在看新英文 你一定要很快 你一定要很快 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在发酵 即便是假讯息也对你造成伤害 然后候选本身也要有认述的能力 然后再来就是 从这个结果你去看国民党在前一段时间 讲了一个大局条款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大局条款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我譬如说 我跟左卢庭讲 我跟东方哥讲这个都国民党的 然后他对到左卢庭只有赢一点点 我对到左卢庭赢很多 可是因为我是市议员 他不是 所以要提名他不提名 要顾全大 这个是前提是好像我们国民党很厉害 这个就要看党主席的朱立元怎么解释 这个就是说反正我们国民党一定赢的 所以只要提一个刚刚好的人就可以了 是用总统提名吗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就我们要检讨就是说民进党没有这么 民党不是吃素的 我们一定要推出最强的人选 然后随时紧绷 绝对不能轻敌 我觉得这个难投补选是一个非常好的借禁 从头到尾很多很多错误的地方 全部都要改正 所以主委员一开始讲说 深切检讨我觉得是对的 是当然蓝绿都在检讨当中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民党当然现在钟摆效应到底有没有真正开始 但至少已经开始指败 因此2024接下来我们画面上来看到 侯友宜 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次难投补选的失利 被视为是最大战犯 影响了他2024之路吗 广告之后马上带大家来关心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难投被翻转 蓝天变成了绿地 但是不只是地方的选举 大家认为钟摆效应 这个民进党的士气是不是真的起来了 国民党就这么士气短短的三个月立刻被翻转了吗 很多人就把这个最大战犯认为是侯友宜 好来关心一下 现在才传出他现在要锁定女性 有国际有外交的来当他的副手 他只看得到2024吗 他过去跟林明珍的恩怨来看看 他最后国民党难得有六都到选前职业 都到南投的现场去 但是他人没有到 就连郭斗明明不是国民党的 都有po文来支持林明珍 侯友宜的动作还是没有 他到底去了哪里 我们来看看这篇报导 连续两天没有公开行程 侯友宜说去了安坑轻轨的缺失 但是不断的被说 可是你又没有公开的行程 现在市府还为了他再发出影片 他真的到了安坑的轻轨 去了解市营运的状况有哪些缺失 那么也去收集了一些民意的意见 有民众反应 不习惯开扭的车厢门 有人直战秒到布里斯本的感觉 但是对于整个选举 在这么重要的时候 这个党主席朱立伦都已经号召 各都要来支援他 连影片都不po 连文章都不给 我们要请教冠婷 你在新北市吗 这几天没有看到市长 那这个时候 会不会让大家把所有 国民党的这个怨气 发在侯友宜身上 营党到他2024 家伟有跟观众朋友报告的消息 昨天的晚会 国民党的现市场都到了 独却侯友宜 所以昨天很多蓝营的人 觉得说怎么没见到市长 但明天 是整个新北市的公开行程 还是没有侯友宜市长 所以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 发出公开行程 三个公开行程 两个行程又是请 副市长刘和兰 这个名字他们很耳熟 最近很多侯友宜市长的行程 都是叫这个刘副市长来代理 一个农业局长 明天三个公开行程 又完全没有侯友宜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我就先回来本身 侯友宜为什么不去 我觉得跟林明珍 跟他个人关系 可能脱不了关系 我们过去知道 就是林明珍是骂侯友宜 骂最凶的 以前在韩国瑜 选总统的时候 侯友宜坚持不去当 韩国瑜的新北市的 竞选总部主委 大家记得吗 林明珍是骂侯友宜 骂说你给我退党好了 结果刚才我们画面上 没有看到吗 侯友宜昨天虽然没有到 帮林明珍录了一个影片 就这个影片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一下 侯友宜市府团队 这么专业新闻局这么多同仁 居然录了一个背光的影片 给林明珍 大背光 大背光 你没有看过新北市 有录过品质这么糟的影片 很奇怪 你看后面还是那个玻璃 然后连窗盐都没有放下来 所以侯友宜昨天 其实很不甘愿 那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抉择 说国民党家务事 可是我们政治ABC的推论 今天如果说是 林明珍输两万票就算了 林明珍输两千票 每个人都可以怪嘛 可以怪朱立伦 你可以怪 甚至怪郭台铭没有去 可是一定会去怪侯友宜 一定会有一方的声音 觉得说 侯友宜你是一个 已经准备要选总统的人 所有的态势都显示出 你可能会选总统 你居然在最后一天 你不愿意去帮林明珍 我觉得这个是 在国民党内部 他们自己要面对的课题 那对于侯友宜自己来讲的话 也是不会影响到民进党 刚才我讲了侯友宜 他面对的课题 可是民进党 跟绿营的支持者 绝对不能轻忽 我认为今天的胜选 对于我们来讲是局部的胜利 也是代表说 赖清德兼任党主席 然后陈建仁兼任院长之后 我们给社会大众一个 我们民进党有反省 无论是学伦 无论是黑金 无论是黑道 可是 这一个胜选 可能也会引发 罗民党的加速团结 当国民党认为说 好朱立伦你领军的连胜 已经停止了 有没有可能反而 更去集结支持侯友宜 而这一个力量我们不可以轻忽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觉得好 我们赢了 可是也不要忘记 我们当然在一个深蓝的选区 我们赢2000包 很不简单的 可是有接近48%的民众 一样没有支持我们民进党 所以在这个选区 我们还是没有到压倒性的胜利 我觉得关键才是这样 就是说 总结 我觉得 就是我们要持续这种 谦卑 然后我们有检讨 有反省 然后民众 我们是怎么赢 国民党的 我们自己要记取教训 我们不能把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认为说 民进党我们过去 才几个月前 我们在整个 22县市中 左水溪以北 全输了这状况 我们不能就觉得 好像因此得意 因为民众的眼睛是血量 它可以在 三个月前 再让我们在 左水溪以北全灭 它可以在三个 人民可以在三个月之后 让一个 我们没有赢过 17年来 18年 17年来 没有赢过的选区 让我们赢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更战战兢兢 那面对可能 因为这一次的胜利 会让国民党 从本来的分裂 有没有可能变成团结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 我们要严正以待 那既然我们 说真的民进党已经相较之下 比较定于一尊 我觉得就是战战兢兢 好好的往前走 知道我们是怎么输的 知道我们是怎么赢的 我们才有可能 2024继续赢下去 是 当然现在把这个选举 已经过了 因此马上一年不到 就要来看到2024的大选 我们要请教东豪哥 但是刚刚所讲到的 朱立伦毕竟才是党主席 他这整个总教练败选 责任也在他身上 但有人当然是把 侯友宜的这个身影 当作有他的责任 那你怎么看看朱立伦 现在在操兵 当然2024 他还是很重要 游戏规则由他定 因为下礼拜一开始 大家就开始问 朱立伦主席 你的2024的提名 包括总统和立委 那个办法 什么时候拿出来 朱立伦主席 就看他怎么去回应 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讲 你在这场选举里面 林明珍的出来选举 其实跟朱立伦有 最直接的关系 因为是征召 那当初在国民党 南投二选区的 可能候选人们的 三个民调的人里面 其实是没有林明珍的 所以这当然 朱立伦叫负罪大责任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朱立伦有没有努力 我觉得他有努力 因为包括林明珍跟他儿子 后来讲出 不选2024这件事情 其实跟朱立伦 下去南投有关 他下去之后 隔天就是林明珍的儿子 也出来讲说 他不会选2024 他跟他爸爸都不会选 那就表示说 他明天发现说 事情事态不妙 我就说朱立伦有没有努力 有 他并不是一个阿斗 他知道这个 南投不选的盘 有变化 当然还是讲一句话 就是说候选人本身 就是当你决定 一定要找林明珍的时候 林明珍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缺点 一个前县长刚刚退下来 照道理地方关系 地方基层实际是最好的 这就是他正面的因素 可是他负面因素是什么 就是垃圾问题 因为八年的县长 你垃圾问题始终没解决 那林明珍当候选人的时候 自己还主动去挑起垃圾问题 这个想法是外界很难理解的 就你垃圾问题没解决 你还自己主意去挑 然后你挑案之后 你甩锅给林家隆 这个一般人无法理解 那林明珍不怪自己 可怪别人 这个是很奇怪的 可是你回来看往后的事情 朱立伦怎么去处理2024 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可是侯友宜是一个 很有趣的话题 就侯友宜对南投补选 到底影响力有没有大到那种程度 我觉得不会比候选人更大 因为毕竟他虽然有全国知名度 可是补选的投票率通常不高 可是侯友宜有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你要怎么去解释 我也不知道 昨天看不到侯友宜在林明珍的选前之夜 然后他说他另有公务 那有台的新闻是说他是市政行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到此时之后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事情 为什么没下去 然后我在他的脸书看到 我就更奇怪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市政行程 他在昨天礼拜五的时候 在他脸书贴一张照片 穿那个便服 看起来背影模糊 今天我看到他的小编帮他po了 原来这是一支影片 是他去视察安坑经轨 然后还搞清明的噱头 为什么呢 变妆 要不让人家 不要让人家认出来 然后这样说 这样才可以接近到一般的老百姓 听到真实的声音 他们对这个清鬼市营运的时候 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才能够很真实的去检讨 我那么讲这是宣传 这是宣传 可是侯友宜侯市长的团队 花了很大的力气 在补选的这一天 做了这件事情 好 这个不一定会影响国民党 一般选民 因为九个月以后才投票 他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可是你在三月四号三月五号留下了一个这个东西 很怪 甚至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侯友宜 我不知道怎么 很刻意 我只能讲这很怪 就是说国民党最需要团结 表现团结象征的时候那一天 他缺席 那也许中间选民买单也不一定 所以我根本无法判断侯友宜做这件事情干嘛 他为什么会觉得投票的这一天 po的是他变装这个安坑 安坑 让他很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当然其实不只是国民党需要团结 就算是现在短短三个月 这个中版效应都还没有确定发生 但至少民进党指败了 但是很多人在民进党的支持者是说 可以振奋 但不能感到兴奋 因此要来请教这个若芳 也就是说 那民进党当然现在 感觉上已经有指败了 尤其在赖清德 接下来在三月中 可能会就更定于一尊嘛 第一站就已经胜利了 但是你觉得 当然民进党也不能够轻忽 其实你家民意如流水 短短三个月 立刻国民党从大胜 被一个17年 从来没有输过的地方 就这么输掉了 你怎么看2024 接下来卡有10个月 明年1月才要正式来投票 民进党要怎么样 不能够轻忽持续的做好团结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应该说从去年的大败之后 其实一直在检讨 就是我们对于 回育民意的速度 是不是变慢了 我们对于很多错假讯息的澄清 是不是没有在2020年 那个时候来的这么的迅速 那这也导致说 大家还有对于民众 对于执政的期待 好像可能没有想象中 没有这么快速 所以我觉得慢慢的 它是一点一滴的消磨掉 那所以可能导致在2022年 去年的时候就一个大败 大家对于执政的一个不信任 对于民进党的一个不信任 就给予一个民众的声音 就是投下了这个 投了个给国民党这样一个状况 但我觉得剩下10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我们已经 虽然说你说这个是止血 我觉得不只是止血 在这一次的团结上面 其实我们很多的选民 像我刚刚来之前 我跟我们很多一些支持者在聊天 他们对于这一场选战 他们是觉得第一个除了很 除了很惊讶 但是也看到了说 他们觉得民进党在这一次 回应上面 然后包含对于攻击上面 还有很多的团结上面 是看得到的 而不是说在2022年那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 限制首长的厮杀 然后选举内 里面大家党内的这些初选的一些流血的过程 那党内的这些支持者其实会觉得很心痛 可是他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个团结 因为我们支持者最希望看到的是民进党的团结 能够一起站出来为民进党为台湾来发声 他们是第一个 然后看到这个团结 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一次的攻击 包含回应的速度也变快 那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们的是不是又有回到了说 之前的民进党的一个战斗的一个模式 那甚至呢 我觉得还有后面的这段时间 我觉得不可轻忽的就是 网路的攻击跟错假的讯息 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大败的原因 我们回应速度太慢 而且慢慢的这些错假讯息 它不是只有图卡了 它现在从短影片开始 那这些短影片 我们是不是要马上立即的因应 那这也考验了现在的行政团队 包含说我们的行政院长 也换了陈建仁行政院长 这样子的行政团队 他对于回应的速度 是不是能够够快 他才能够马上制止说 这样子的恶意的攻击 所以你看像这一次的权动法 大家都会对于可能有一些的骂声 可是我觉得该骂是骂 因为国防部在这上面 没有快速的立即的说明 而且没有有效快速 说明的非常清楚 让民众能够清楚的知道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赶快做检讨 赶快做修正 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赶快团结 因为我们的游戏规则已经定出来了 要开始登记三月 三月多开始要登记立委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登记下去 大家就团结一心 那我相信我们的赖清德主席 他也能够领导 也能够提出一个漂亮的名单 让大家能够幸福说 民进长是可以执政 他还帮助…… 这 reliably较也不控制一拍吧 我们赖也不用这种 因为 Account entrepreneur